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的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媽Sir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抗疫,拼經濟,反網步 好,今節 我們就講一下這個 以前都是挺支持普京大帝的國家 其實現在你說不支持是假的 只不過 現在 歐盟是逼到這個國家要表態 當然他的表態 很多報紙就是港版,我講完整個表態是什麼 就是這個塞爾維亞 亦都是一個對俄羅斯相對友好的國家 他都說過因為有特殊的 這個關係都是斯拉夫人 那塞爾維亞總統 他就說 不會被人 通過塞爾維亞這個國家 繞開對俄羅斯的制裁 其實 塞爾維亞從俄羅斯進口天然氣 而 俄羅斯天然氣工業 石油公司 和 俄羅斯天然氣 股份公司 兩家公司都是 塞爾維亞的 石油和天然氣的 叫做 供應商 而且 你要知道 他是塞爾維亞石油的 股東 而且佔的股份很大 其實 武崎琦負責 當然 負責 和 普京大帝聯絡 但是 現在 歐盟 亦有位專員 歐 歐盟擴大委員會 的主席 就見了武崎琦負責 為什麼擴大委員會 因為可能將他收入為歐盟國家 見了這位 歐盟高官之後 他就說 我們對於某些商品的再出口 會作出反應 我們國家機構 是 拘捕了參與 繞開對俄羅斯 制裁的 公司人員 當然 歐盟當然說 總統發出來的訊號 就將會幫我們實施對俄羅斯制裁結束這場俄烏戰爭 表示歡迎 不過 記住 有不過 不過武崎琦 他很聰明 他 說了一次 不過我們塞爾維亞 是 不會加入對俄羅斯制裁 不過他就不會讓任何人 在塞爾維亞這個領土 可以繞開對俄羅斯制裁 不過他就不會加入 其實他也是聰明的 因為他也擔心 是得罪普京大帝的 我覺得他是有政治指揮的 不會只講死一邊 當然有些人說 這樣也不行的 要表態 表態就等於兩邊都得罪 對於他這個小角來說 他就不會這樣做 那麼當然 這個 以前武崎琦就不會說 這句話 沒有人可以 通過塞爾維亞 繞開對俄羅斯制裁 以前他很少說這句話 是沒有說過 因為 歐盟再次施壓 他也只可以表態 在歐盟再次施壓之下 他 反正就說我們不會加入俄羅斯制裁 但是 亦都不允許發生在塞爾維亞領土 規避 相關的制裁行為 這個也是聰明的 這個也是聰明的 而且他也說 我們 塞爾維亞 這句話有骨 不會從事犯罪 或者 是 贊取戰爭帶來的暴力行為 以前 科索雲 和 其他問題 令到塞爾維亞很麻煩 而且 塞爾維亞前身前男施大夫 亦被北約 是 叫做 轟過 以前塞爾維亞總統 就說過這些 是犯罪來的 其實他也是有骨的 說話 其實 10月的時候 塞爾維亞 已經說過不會對俄羅斯實施制裁 除非 國家生存受到威脅 歐盟委員會 負責 這個 木倫 擴大事務的 這位哥哥 去塞爾維亞的目的 就是 勸 姆契奇要參加 12月6日在 阿爾巴尼亞首都 迪拉娜舉行的歐盟和 西巴爾幹 領導人的峰會 歐盟就認為 這次峰會對於巴爾幹地區進一步 的擴張是至關重要 不過 姆契奇其實 前天就說 杯葛這次峰會 不參加這次峰會 就是表達 對歐盟 偏幫 科索旭當局的 這個憤怒 為什麼他覺得偏幫呢 因為 歐盟就對科索旭當局任命一個 政府官員 的問題 的反應 是 不適合姆契奇的心意 姆契奇 反對科索旭地區領導人 負義弟 任命一個 並非來自 蔡族名單的 蔡族人 擔任民族事務部長 因為 這就表明了 他們想將蔡族人 驅逐出 蔡爾維亞 驅逐出科索旭 因為你記住 並非來自蔡族名單的蔡族人 難聽說他是蔡族人 不是他陣營的蔡族人 反骨仔 找個反骨仔加入 蛤 不行 他就說 這樣就等於將蔡族人 驅逐出科索旭 當然在記者會上 歐盟方面就說 在這個 阿爾巴尼亞首都 迪拉娜 我們需要蔡爾維亞 需要 蔡爾維亞的領導人 謝姆契旗 坐在談判 卓前 他也說 烏克蘭危機已經表明了 加入歐盟 是歐洲大陸 和平的唯一希望 你說這句話 烏克蘭就 敗你了 為何你不讓我加入 當時 真沒腦 那麼沒腦 至於科索旭問題 當事人 指科索旭當局 和蔡爾維亞中央政府 都需要進行接觸 用談判的方式 取得成功 武契其 在會上會用 英語 說話 其實他之前也用過英語說 他 用英語來講 大家聽得明白 他就說 我們已經聽夠了 什麼對話的勸講 勸我沒用 幾個月甚至幾年來 科索當局 沒有做任何建設性的事 我不是瘋 不是罪 不是傻 我認為 去地拉娜沒有意義 所以我們杯葛這次會議 但是如果有人說服我的話 我都可能再考慮一下 想想逢得來欣親自來說服他 可能要 可能要 高級一點的他可能會給他面子 找一條小子來不行 其實 其實 武契其也說過 澳湖戰爭可能會持續幾個冬天 千萬不要說 他也說 某種形式的停戰是受到歡迎但可能性不太大 他們的電視台叫PINK 粉紅台 被問到澳湖戰爭問題時 他就說 對於赫爾松 類似的 爭奪戰 類似其實就好似 斯太林格勒 戰役 是俄烏戰爭的轉折點 他就沒有想到俄羅斯居然從赫爾松 撤離到 低烈百合左岸 武契其也說 當很多人開始認為戰爭已經結束 烏克蘭就快贏的時候 可能俄羅斯人就會打仗打得更加好 不過 他就不是說 俄羅斯有某些優勢 只是說時間一長 冬天就會很難捱 他應該是指 烏軍很難捱 那麼 記者又問到了 俄羅斯不斷向烏克蘭的基建 發動這個空中攻勢 武契其也說 莫斯科和基赫 都是利用所有一切的方法 是 要打敗對方 因為戰爭是沒有愛的 是啊 戰爭沒有愛 你說得對 這位塞爾維亞總統也說 他雖然 很想見到停戰 或者某種形式的 衝突終止 但是一切都不是取決於我 就說塞爾維亞人不是 俄羅斯人也不是烏克蘭人 什麼 都是由他們自己做決定的 那麼其實 塞爾維亞也不是美國 美國整件事都插手 這個很厲害 他說話是有骨架的 你知道嗎 那麼其實 歐盟一直都是向塞爾維亞施壓 要求塞爾維亞和布魯塞爾 要協調腳步 外交政策 當然想他制裁俄羅斯 現在其實 塞爾維亞也是 搞了一個折衷方法 沒有人可以通過我們國家 繞開對俄羅斯制裁 但是我們 依然是不會對俄羅斯制裁 因為塞爾維亞 是獨立的 以及中立路線的 這個 他也算是頂得住 但是始終他也要說一說 沒有人可以通過塞爾維亞 繞開對俄羅斯制裁 他一定要表中 說給歐盟 這個是說給歐盟聽的 對 歐盟 普京大帝那句就是 我們不會加入對俄羅斯制裁 其實他 也是要兩肩走 因為事實上 他在 歐洲來說 不是一個大國 而且還未加入歐盟 但是 其實是相當難的 他還未加入歐盟 不是你 完全全的成員 但是 他國內的能源 超級依賴俄羅斯 他可以得罪哪方面 對不對 所以他也可以這樣做 另外一件事 這位塞爾維亞總統 可能也會得罪 歐盟 為什麼呢 因為 塞爾維亞說 我們 相當重視中國 會為直飛中國做準備 對 人員貿易往來 希望有大大的進展 你知道 歐盟 雖然 不敢全部跟美國 但是 亦都不希望 他們的盟友 是跟中國走得那麼近 原來塞爾維亞 記住 從塞爾維亞首都 貝爾格爾德 直飛中國天津的 首班直航 即將起飛了 所以令到歐盟報紙就說 和中國走得那麼近 原來這個是塞爾維亞國家航空公司 首條直飛中國的航班 預計 12月9日 下午2點 12分 從貝爾格爾德的尼古拉 特斯拉機場 他真是叫尼古拉特斯拉機場 不是Tesla 起飛的 就會在中國時間 12月10日 早上7點到達天津崩海國際機場 其實已經 很多人預訂了這個機票 作為中國的 鐵桿朋友 其實塞爾維亞 是中國在中東歐地區建立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首個國家 也要首批支持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並且積極參與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之一 其實直航線的開通 就會加大兩個國家的 通航效率和貿易往來 我想這件事之後 又是會被歐盟肥 首先要搞定俄羅斯 歐盟其實重中之重 要搞俄羅斯 因為太近了 是嗎 塞爾維亞直飛天津的開通 加強了兩個國家人員和貿易往來 亦有助於大動巴爾幹半島和整個中東歐經濟 其實這個立陶宛不如學一下塞爾維亞吧 你想想立陶宛 他也鬆鬆了 因為事實上他在小英里又拿不到什麼好處 他可能都 你們不是說得很大嗎 說幫我們做半導體中心 你們自己都說得很大 不過到最後都是提供政治證據 是啊 所以 大家都說得這麼大 難聽過大家都在狗吹的時候 肯定單事情就做不成了 是嗎 如果你學一下塞爾維亞募實一點 其實小國就應該募實的 但是你波羅的海三國 是最差不募實的三個國家 那你就自己吃光了 當然 這邊走得最前的 立陶宛 最後兩邊都是不討好 結果不就很麻煩 政府可能換了它 好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 再見 rogen 聽 Bris